什么是寄生虫 就是虫子钻进你的血肉之躯 贪婪地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甚至控制你的思想 可你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今天搜导带你盘点 地球上最恐怖的三大寄生物种 最后一个居然会吃人的脑子 它的寄生手段是慢慢地接近 体型比它大很多的蟑螂 一旦靠近 直接开刺 一次蟑螂立马乖乖跪下 伪珍中的毒素可以令蟑螂麻痹 前腿再也不听从自己的使唤 二次毒液注入蟑螂大脑 它想逃却无法逃 神经系统被毒素破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疯 残忍地切断它的触角 甚至一口一口地品尝猎物的血液 判断折伤效果如何 泥蜂满意地点头后 蟑螂就会像中邪一样 不由自主地梳理自己 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泥蜂毒液中含有一种 叫真硝鞍的神经传递素 可以彻底控制蟑螂的触须 让它像一只被射魂的狗 完全丧失自主意识 乖乖乖地跟着扁头泥蜂踏入只开着一个小口的死亡洞穴 眼睁睁地看着它趴在自己的腹部 一粒又一粒地下蛋 可它却无法动弹 然后扁头泥蜂会彻底地用一块石头封住洞穴 黑漆漆的坟墓里蟑螂就这样被活埋了 但它想求个痛快的死法都不行 不吃不喝也不能动 像活食一样苦苦煎熬 泥蜂的幼虫孵化后 钻入蟑螂身体 一口口啃食不致命的内脏 七天过去 蟑螂的一半乃至四分之三都被啃掉 可它依然鲜活 充当着活体粮仓 最后活着走出洞穴的只有泥蜂 接下来要介绍的寄生怪物 将彻底突破你认知的极限 这种异形会趴在你的身体上 将无数的触手刺入你的血肉 将你活活吸干掏空 螃蟹最悲催的命运 就是沾染上泄弩的幼虫 它的触角就像吸盘一样 牢牢的粘在螃蟹的身上 无法甩掉 接着它就当着螃蟹的面 蜕变成一根又尖又细的针管 将一团像鼻涕一样的身体 滋的一身注入螃蟹的体内 这团鼻涕来到了螃蟹的身体里 立马就扎根疯狂的生长 就像是一只小的不能再小的种子 在别人的体内 飞速地长成了参天纳树 根系盘结 藤蔓交错 这无数的管道 在螃蟹体内贪婪地榨取营养 几乎每一块内脏和器官 都有陷入邪恶的吸水管道 它开始变身螃蟹身体的一部分 与螃蟹共用一套器官 且牢牢地站着支配地位 它在螃蟹的供养下 茁壮成长 并最终把头长了出来 你以为它会这么轻易就离开吗 此刻的它直接化学阉割掉螃蟹 在它的身上长出一个卵巢 就在螃蟹的身体上繁衍交配 产卵 令人胆寒的是 此时螃蟹早已经是一具丧失意识的傀儡 甚至能让雄性螃蟹产生母性 悉心呵护现龙的卵 直到这些卵感染其他的螃蟹 接下来就是所长认为最难以接受的寄生虫 它此刻或许正在啃你的脑子 有种寄生虫此刻就偷偷藏在你的脑子里面 控制着你的大脑和你一起看着手机 它小到你无法用肉眼看清 它几乎可以感染人体所有的核细胞 包括免疫细胞肌肉细胞脑细胞 死死地盘踞在细胞核 疯狂地摄取抢夺 本属于你的营养 在你的体内 它可以无限地自我复制 无限繁衍 反克为主 随着你的血液流淌到心脏 大脑 眼底 进入你的神经系统 藏进去 住下来 而这一住 就是永远 可怕的是 在它感染你的整个过程 你甚至不会出现什么症状 觉得自己只是得了一场小小的感冒 在公形虫的研究进展中指出 人群中的阳性率 在20%到50%左右 也就是说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 携带了公形虫 多数携带者属于隐性感染 我国东北人群感染公形虫 达到了10% Scientific Reports指出 公形虫感染与多种脑部疾病有关 如果你刚好是为孕妇感染了 那等待你的将会多么的可怕 上海市卫健委指出 认证期的头三个月是胎儿发育的关键时间 如果此刻感染了公形虫 那流产早产的概率非常大 甚至可能胎死腹中 即使是侥幸保住了孩子 也可能生下傻孩子或者是畸形儿 如果在孕期的后三个月感染 受感染的胎儿多数会隐性感染 它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寄生虫 虽然猫科动物是公形虫传播的最终宿主 它只在猫科动物的体内有性繁殖 但它可以在多种生物体中 存活和自我复制 比如人 牛 羊 猪 狗 鸡等等 你可能无法想象 时至今日 科学家还没有研制出 人体抗公形虫的疫苗 所以在给猫铲使时 千万要小心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 感谢观看